妻子身患抑郁症 竟然和丈夫每天喂的药有关 在医生的几次反复提醒 不要乱吃其他药物之后 小慧终于意识到 经常出现的幻觉 或许和他每天吃的药有关 他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医药学科同学的电话 委托同学帮忙调查药的详细成分 电话刚挂断 志祥带着保姆就推门进来 一阵嘘寒问暖后 志祥转身看向床头挂着的超大号点滴 问什么时候才能出院 刚好志祥的侧身 让小慧看到了他脖子上有个红印 急忙问他是怎么回事 志祥赶紧解释 这是被崔庚的粉丝不小心抓上的 惹得站在一旁的保姆一阵偷笑 又安慰小慧好好休养后 他们准备离开 朵朵却抓着小慧还不愿意走 听到保姆说等下带他去逛商场 一下子就挣脱了小慧 这让小慧的神经一阵恍惚 看到保姆的眼神 他开始有种错觉 眼前的身影和七年前的天空越来越响 他甚至开始思考 要的问题会不会是和这个保姆有关 就当志祥他们在逛超市的时候 敬意外地被秘书看到 秘书上次在游泳馆被保姆打了之后 对保姆就一直怀恨在心 这么好的机会 他当然不可能放过 拨通小慧的电话就打起了小报告 但他万万没想到 小慧早就知道他们在逛商场 尽管如此 秘书依旧不死心 还在不停地添油加醋 换着角度抓拍他们的亲力动作 然后给小慧发了过去 小慧看着照片里的保姆 越发觉得保姆背后 似乎隐藏着惊天秘密 他给妹妹小雅打电话 让小雅帮他办理了出院手续 准备偷偷回家一探究竟 但小雅也有着把柄在保姆手上 怕把自己也牵扯进去 他劝小慧没必要这么做 像志祥以往一样安慰小慧 不要因为病情的幻觉胡思乱想 但小慧听到这些话 反而更加坚定要调查清楚 而此时出门探亲的管家大婶 却意外地接到家政公司打来的电话 要和他协商保姆面试的时间 大婶一阵茫然 家政公司解释 上次安排面试的阿姨被拒红 到现在才有符合他们要求的人选 可家里早就应聘了天空了呀 家政公司也开始查询 但是根本没有天空的任何资料 大婶意识到这个保姆有问题 想要打电话通知小慧 不巧的是小慧刚好去办理出院手续 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大婶想着快点赶回家 结果奔跑中不小心左脚踩到了右脚 直接滚下了斜坡 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不省人事